今天凌晨就在高雄陵雅区 有间高党酒店 从凌晨三点钟开始 两个小时之内 遭到扼煞杂电两次 第一次的时候是三名嫌犯 因为不满店家的服务态度 离开时候 不只是拿球棒砸了大门玻璃 还在现场释放了大龙炮 当时巡逻远景经过 上前来盘查 但是三个人不配合 警方是对空 明了两枪喷洒辣椒水 才强势压制 想不到到今天清晨五点钟 又有十多人到场来砸电 第一回警方在抵达之前 他们这群人就已经火速离开 手持棍棒 刚砸完电 三名嫌犯正要落跑时 遇到巡逻远景 都对空开了两枪 嫌犯还想逃 拉扯中 远景往对方脸上 喷洒辣椒水 强势压制 三名嫌犯跟他们的一名好友 当场被带回派出所 而他们的杂电过程 也全被复计民众募集 酒店阶梯还有火药焚烧痕迹 大门玻璃全碎 但嫌犯没碰到的外窗玻璃 也被警方用黑色垃圾带盖起 原来在这三人离开后 现场又有人来呛哭 短短不到两个小时 酒店连续被砸 第一次在凌晨三点多 三名嫌犯持大龙炮棍棒捣乱后 不到五点又来了十几人 持棍棒对着窗户乱砸 接着火速离开现场 而这两起砸定案 是否有所关联 人待调查 至于被带回的三人 到底跟店家有什么深仇大恨 三名嫌犯两人是台中人 另外一人可能是要招待朋友 带大家到酒店 喝酒后了两个小时 不只跟店员起口角 还奔而砸店 虽然店家事后不提告 不过这三人还是被医 设为法送办 接着要来看到是在高雄市 大连路上这家茶行 今天清晨呢 十一辆车就停在门口 当中五个人手持棍棒 猛砸停放在门口的车辆 警方赶到就一票歹徒 随之一空而散 不当时警方出动了 相当多的警力 前往现场来搜证戒备 原来就是因为这间 酒儒茶行老板 他是帮派大哥 这一回歹徒非常大胆 大批人车前来砸车 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好几部车停在酒儒茶行门口 这些人来意不善 全都拿着棍棒下车 接着就是一阵乱闸 整排都是那个车子 很大车 十一部车浩浩荡荡 停在茶行门口撞声势 只有五名恶徒下车 围着轿车毫不留情 猛力敲打 到场后发现有几台车 停留在那个 然后相关的嫌疑人看到警方到场后一风而散 市价两百多万的车子 窗玻璃全被砸碎 车身也有多处回损 还有停放在茶行前的两部机车也都遭殃 屋主也就是久如茶行老板 处之泰然 原来他就是在高雄黑白两道响当当的人物 绰号 对比的黑道大哥 就如茶行在帮派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这一票歹徒砸的就是大哥的车 显然刻意挑衅 案发后 陆陆续续有不少人前来关心 门口前也停放了好几部警车 警力就出动了15人 立刻围起封锁线搜证 就在倒下的机车旁 发现嫌犯掉落的手机 大哥茶行被砸 一票歹徒等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警方慎重戒备 防毒可能在帮派间掀起的恶斗 记者叶红荣 杨宗明高雄报导 高雄是一夜三起的夜袭事件 根据警方调查发现砸酒店 还有砸车行 砸这个茶行的嫌犯 可能是同一火炎 根据了解呢 这有一名绰号叔叔的客运 到知名的酒店喝酒 疑似等小姐等太久 一气之下砸店 后来呢 他觉得酒店和茶行老板的关系很好 才又派人到茶行 找老板的车子 接着再回头二次砸酒店 被砸车的茶行老板 为何会无端遭受到波及呢 根据老姐这家茶行的老板 是黑白通吃 而且呢 他的茶行也是乔氏种地 来看我们的追踪报道 这就是得比开语茶行 墙上挂着广结善缘的招牌 五十多岁的他 曾任高雄市茶叶同业工会理事长 黑白通吃 或许就是复杂的交友关系 也常无端惹上一身心 像凌晨发生在高雄的三企业席事件 据传当时外号叔叔的客人 到高雄知名酒店喝酒 因为等小姐等太久 火冒三丈 凌晨三点十分 先砸酒店 后来叔叔觉得酒店 和迪比关系很好 四点三四分又派人去查行 砸迪比的车 四点五十五分 才由二度砸酒店 迪比无辜被波及 主要原因是他认识不少 三教九流的朋友 二零一八年 迪比的手下大将 跑到舞厅开枪寻仇 还嚣张的开直播 最后被对方压走 气质在火葬场 也靠着迪比调解 才平息纷争 熟视迪比的人都说 迪比重义气在地方极具影响力 也因此受到黑白两道的敬重 或许正因为他的广洁善缘 也无端增添他许多的 是是非非 记者杨宗明高雄报道